應大陸方面邀請 馬前總統將於4月1號至11號 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一向是科學主辯 到各省或者是到哪邊去 他們有什麼樣的安排 什麼樣的接待 我們都科學主辯 這個真讓人匪夷所思 國民黨非常密切的往中國去 那當然夏立妍我們可以看到 他應當是第七次第八次 在非常敏感關鍵的時刻 國民黨永遠有附中參訪團 那現在在520前 當然時機非常的敏感 那甚至拉高到是前總統馬英九要親自登陸 那我們當然只能尊重啊 但是我們要不斷的提醒 中國國民黨這麼密集的選擇 在敏感時機去中國採訪 你見哪些人說哪些話 不可不慎啊 不要傳達錯誤的訊息 不要一再的違反台灣的主流民意 那不要去幫中國的槍 來扯台灣的後腿 其實這段時間我們都看到 另外呢 你看 國民黨以為是在揪團看電影 他們越揪越大團 要去太平島 那說是要宣示主權 那好啊 宣示中華民國台灣領土 宣示中華民國的主權 那馬英九前總統 您就到中國去好好替台灣宣示主權 各位媒體朋友大家好 我是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蕭旭成 記得會正式開始 應大陸方面邀請 馬前總統將於4月1號至11號 訪問中國大陸、廣東、陝西、京 會率領大九學堂的學員一起前往 參訪中華文化歷史景點與企業 同時也會出席繼皇帝陵的祭典 那同時也會率領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訪問中山大學與北京大學 讓兩岸青年進行交流 那此行訪問團的團員 除了馬前總統 還有包括我本人 蕭旭成 馬英九基金會執行長 總統府前副秘書長 以及王光馳 第12、13任總統辦公室主任 也是總統府的前專門委員 以及邱坤玄 是政治大學榮譽教授 也是國安會的前諮詢委員 此外還包含20名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隨同前往 馬前總統去年3月 率領大九學堂的青年學子 訪問中國大陸 讓台灣的同學 更加的去認識大陸 也讓大陸的民眾 看到了台灣青年學子的活力 去年7月 馬英九基金會邀請 包含北京大學 清華大學 湖南大學 武漢大學 以及上海復旦大學的同學們 回訪台灣 讓這些大陸的同學 更深入的認識台灣 也與台灣的民眾留下許多非常好的互動 那這兩次重要的互訪 對兩岸關係 都是非常的正面的 也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這就如同馬前總統常常講的 這個兩岸的青年 能夠越早 認識彼此 互相交流 多一分接觸 多一分了解 多一分情誼 這樣當友誼越深厚的時候 未來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就會越降低 那我們希望今年的 這次的訪問 也能夠 一樣 這個讓兩岸青年 能夠更加深入的交流 也能夠對兩岸關係 有積極而正面的貢獻 好 謝謝 那看看各位媒體朋友 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們就 跟去年一樣 馬前總統訪問中國大陸 我們一向是科學主編嘛 到各省或者是到哪邊去 他們有什麼樣的安排 什麼樣的這個接待 我們都科學主編 還有沒有 家瑋 那現在因為 許多的事件喔 那兩岸的情勢非常的緊張 那我想 在兩岸情勢緊張的情況之下 無論任何時候都需要兩岸交流 特別是兩岸年輕人的交流 所以我們馬英九基金會 馬前總統 會非常的 重視著這一段 所以我們會 有這個 適當的時機就會安排 還有 家瑋 我們現在這個時候 我們同事就會到總統府去送件 就是我們會向總統府包備 我們要先往中國大陸 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如果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今天是不是記者會 就到這邊 好 因為陳水扁前總統 以及馬英九前總統 都曾經在卸任前戲 這個登太平島 那因為太平島 是我們中華民國的領土嘛 最南邊的領土 那中華民國總統登島 有具有相當的 這個重要的 的意涵 這是也是 為了國家利益 能夠宣示主權 也是為了能夠 這個 鼓舞民心士氣嘛 我們太平島 有很多的官兵 在那邊助手 所以 我認為 蔡總統如果能夠前往 應該是一個相當好的 一個安排 那當然我們尊重他的決定 好 各位 美女朋友 還沒有要問的 我想這個 馬前總統在過去八年 呼籲過很多次了 我們的蔡政府的這個能源的政策 有相當大的問題 包含能源的配比 是不切實際的 甚至於許多國外的媒體都稱呼 這是一個不切實際的幻想 那我想果然在最近開始要漲電價了 代表我們的能源政策 真的應該要好好的檢討 我想這個 我想相信我們國民黨 在野黨的立委們 都應該在國會 會有進一步的監督 那針對馬前總統訪問 這個大陸 請問各位還沒有什麼問題要提問 剛剛那個嘉玟問 就是說 一方面 兩岸交流 兩岸青年交流 本來就是我們一直在推動 那我們去年也是差不多這個時候 推動這個 台灣的同學到大陸去訪問 所以我們並沒有特殊的時間點上的考量 那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記得回就到這邊 謝謝 委員想請教一下 因為剛才稍早的時候 馬英九基金會這邊 就對外宣布說 在4月1號到11號要去訪路 然後其實對比去年 對訪問中國 帶學子過去 對 帶學子過去嘛 那對比去年的 他訪路的行程 這次多了北京 然後這時間點就選在賴清德上任之前 會不會覺得配合中國 就是持續唱和 然後國台辦也說是非常歡迎 說是造福兩岸人民 怎麼看 這個真讓人匪夷所思喔 國民黨非常密切的往中國去 那當然夏立妍我們可以看到 他應當是第七次第八次 在非常敏感關鍵的時刻 國民黨永遠有附中參訪團 那現在在520前 當然時機非常的敏感 那甚至拉高到是前總統 馬英九要親自登陸 那我們當然只能尊重啊 但是我們要不斷的提醒 中國國民黨這麼密集的選擇 在敏感時機去中國採訪 你見哪些人說哪些話 不可不慎啊 不要傳達錯誤的訊息 不要一再的違反台灣的主流民意 那不要去幫中國的槍 來扯台灣的後腿 其實這段時間我們都看到 另外呢你看 國民黨以為是在揪團看電影 他們越揪越大團要去太平島 那說是要宣誓主權 那好啊 宣誓中華民國台灣領土 宣誓中華民國的主權 那馬英九前總統 您就到中國去 好好替台灣宣誓主權 好謝謝